大家好,欢迎来到福益画廊 我是画廊的负责人胡耿毅 那坐在我身边的是这一次开展的三个画家之一 蔡婉宁、蔡同学 大家好 我想请你先分享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爱画画 或者说你什么时候你第一次觉得说 画画对你来讲是重要的 就是说会让你感到愉悠 或者是什么样的机缘,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底下 你拿起画笔来画画 我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爱画画 当然我们这种从小到大不断学美术的人来说 我第一次拿画笔那是台童时期 那个时候就是最 涂鸦 对,就是涂鸦 那时候是很快乐 然后之后进入了那个美术班体系之后 我慢慢的热情就磨消掉了 是 国中高中都在画素科的东西 画金物 怎么样画才可以拿高分 然后怎么样用色才是对的 也就是说为了升学而画画 对,为了升学而满饱 那到大学之后 我有一度非常讨厌拿画笔 对,我觉得很疲乏 拿起来就觉得很不舒服 我不想要再画 之前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 变成画画对你来讲是一种压力 对,压力 然后直到这个暑假 就是因为之前已经疲乏了 所以就开始做一些复合啊 装置雕塑 然后可能就让自己休息 然后到这个暑假 突然可以画了 拿起画笔灵感就来了 然后力量就来了 就可以继续画了 对 所以说 这一次的这一系列的这个作品是 你为了自己而画 对 不是在为了升学而画画 是这样子 对 那在你这样子 从小到大 一路以来 这样子画画创作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去碰到什么样的瓶颈 最大的瓶颈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我疲乏了 完全不想拿起画笔 对 那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 最好的方式就是休息 转移目标 做其他事情 对 那其他事情不一定就是 我就是补画画了 我还是可以去做做雕塑啊 然后在做雕塑的过程 遇到了很好的老师 然后看到了艺术的另外一个风貌 也很好 然后走了其他路 发现 我还是很喜欢画画 对 你刚刚有提到这个老师 就是说 有没有哪一位老师 对你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大学时期 影响我很大有两位老师 一个是洪尚翔老师 洪尚翔老师 对 然后一个是张淵成老师 张淵成老师 对 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有给我很大的能量老师 他让我知道 啊 艺术的更高层次 不一样的地方 那张淵成老师是在 雕塑方面 有给我很多的资源 帮助我很多 算是大学恩师 真的是要很感谢老师 因为这个毕竟 指引我的方向 真的 谢谢老师 那相对老师来讲 当然 我相信 应该会有一些艺术家 在你的眼 呃 心目中是 呃 比较崇尚的 有没有 哪一位艺术家 你觉得 你欣赏吗 嗯 其实很多欸 很多 对 举例 举例有 有几个 呃 可以讲 可以讲 以物的吗 当然 嗯 世界名画家 夏卡尔艺术家 夏卡尔 对对对 我从小一开始进 儿童画室 的那个老师 我的启蒙老师 他深受夏卡尔的影响 那所以我早期的画风 就是像夏卡尔一样 分放 颜色很漂亮 充满想象力 这样子 嗯 然后 对然后 之后就 慢慢的没有了 就现在就是 变成我自己的东西 对 就变我自己 所以你的养分 是来自夏卡尔 是这样 嗯 可以这样讲 那是很幸福的 分享一下 虫种 我这次的展览 或者虫种 是建立在 虫种的效应上面 那也是因为 有老师指点 才让我有这样的发展 那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系列呢 是因为 从以往的经验 自身故事 到 现在到大学 然后看到社会 国与国之间 甚至是地球村的那种概念 我觉得 人真的是脱离不了 虫种的行为 是 对 您在这里所指的虫种 是指说 嗯 跟着大众 虫种是说 跟从这个群众的这个行为 嗯 可以这样讲 是 跟从群众的行为 对 但是不一定要是一群人 嗯 就是可能 嗯 五六个啊 小小的小群体的话 也是会有 群众的行为 对 就是 有一个领头羊 然后 你为了想要被这个群体 团体 认同 然后你去顺应他们 去跟着他们 嗯 去 达到某个目标 是 做某些事情 这样子 对 就等于是一个人 他为了要融入 融入群体 那他 他可能违背他自己的 对 对 有可能这样 去妥协这个团体的一个群众行为 对 为了被认同 为了被认同 哦 是 所以这个是你观察 你刚刚以上所讲的这个对象 其实有可能是国与国 有可能是 甚至小到一个 一个 一个 同班 班级的一个小团体 对 他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从众行为的发生 好 那 我想 嗯 下一个阶段 我们会择日 让这个婉宁呢 来更 深入的 从 从众这个主题呢 以各个角度 以他每一张 我们在这个现场所展出的这些作品呢 来 深入的为大家来做导览 那我们今天就 这个 访谈呢 就到这边 告一段落 那也很 谢谢大家 的关注 谢谢